杨子棚 单独写 单独写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字的左边 变化主要在于 这一横变成条 另外一个呢 还可以简写这一横 因为它并不妨碍辨认 在字的左边 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这个阳 十字旁 单独写的时候 中间呢 有两个弯 作为偏旁的时候 中间的弯呢 省略了 比如说 饭 饭 再比如说 羊 这个弯呢 就已经省略了 女字旁 单独写的时候 最后这一笔是 往左下方来 在左边 是往右上方挑 比如说 妙 往右上方挑 在字的下边呢 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 字 安 都是这样的 三字旁 单独写 这一笔 是不能少的 而作为偏旁呢 这一笔 就可以少了 这是锈 再比如封 挑上来之后 直接 折笔 把右边 这一树呢 就省略了 虫子旁 单独写 也没有左边 这一树 单独写 也没有左边 这一树 作为偏旁 也没有左边 这一树 比如像 风 在下边呢 和单独写一样 飞 上边一个飞 下边一个虫 这个飞 单人旁呢 作为偏旁 写在左边的时候呢 就可以省略一撇 比如像这个 核 核 实际上这个核 和这个核呢 写法上一样的 它省略一撇呢 单独看 你很难说是 哪个核 它在字当中呢 就能够分辨了 双人旁 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 也是 省略了 两撇 比如这个 网 网 和木旁 单独写的时候 单独写的时候 先写撇 然后竖钩 这样写 作为偏旁 在左边 挑上去 挑上去 比如像 鸡 木字旁 单独写呢 这一纳是不能省略的 在左边的时候 纳省略了 撇呢 要往上挑 也是 挑上去 挑上去 这是 左偏旁的一些 这个 主要常用偏旁的一些写法 左偏旁当中呢 还有的 同样一个 这个形体 它代表了 几个不同的符号 这个呢 我们要 注意掌握 比如说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它既是 提手旁 比如鱼 叠 抱 在繁体字当中呢 它是代表这个 性字边 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它代表了 这个想 比如说 孰 又代表了 经 比如说 旧 又代表了 车 比如说 这清 线 比如说 旋 还有这个 招的左边 比如说 招 招 它就这一个符号 我们看呢 代表了这么多 代表这么多 从这点看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 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啊 也可以归纳叫做草书的构字部件 啊 这种构字部件呢 数量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用处却很广啊 我们再向大家介绍几个 比如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 心 啊 树心旁 啊 树心旁 这是侧 啊 侧影之心的侧 收子这一边的 收 半个片 啊 降 这个符号 啊 代表 走 啊 照 啊 代表 始 啊 之 啊 比如说之 代表 夫 啊 规 啊 规定的规 代表 利 比如说 啊 竭尽全力的 竭 啊 代表 去 比如说 打竭的竭 代表 竞 竞赛的竞 比如说 竞竞叶叶的 竞 啊 代表的符号也比较多 这个符号 一横 一竖 一条 代表 左耳刀旁 比如说 桃 桃气的桃 代表 背字旁 比如说 啊 键 低键的键 代表 记字旁 比如说 啊 既然的记 这个符号 看着是 沿字旁 实际上呢 它是 竹的 啊 一个代表符号 比如说 路 道路的路 啊 道路的路 云 啊 比如说 魂 啊 灵魂的魂 尘 啊 比如说 林师的林 芒 比如说 芒 啊 啊 是河 这个河南的一个地名 芒山 啊 书 比如说 啊 书远的书 珠字符 这个符号 它也代表很多 这是一个 啊 珠 啊 晶 啊 晶身的晶 磊 是吧 甘 代表 伴 比如说 判 代表 智的这边 啊 比如说 制度的智 取款的款的这边 比如说 款 啊 这个变 比如说 解释的是 啊 怀疑的移的左边 啊 比如说 怀 代表很多 子字旁 它既代表子 也代表 角丝旁 比如这个 红字 也代表 这个旁 比如说 能 代表 弱的左边 比如说 弱 五字旁 单独写的说 武器的五 代表 声 这是外声的声 啊 代表这个 龟 两个土 啊 这是风 啊 封建的封 代表 重 比如说 这是动 代表轻 啊 比如说 这是安静的静 啊 代表 翻 这是 翻动的翻 啊 日子旁 这日子旁 是往上挑的 啊 代表日 啊 比如说 时间的时 啊 代表木 啊 比如说 睡眠的棉 啊 代表 田 比如说 略 代表白 比如说 破 七破的破 这些呢 都是 用处比较多的符号 用处比较多的符号 在草述当中呢 由于 这种符号的作用和减少 所以呢 相似的字 比较多 比较多 比划的形态呢 有些区别 或者是多一点 少一点呢 它就是 不同的字 对于这样的字呢 在学习当中啊 尤其要注意 不要弄混 弄混了以后呢 就成了另外一个字了 我们举几个例子 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法 有个单利人 而物呢 直接一束挑上来 差别呢 就在这一点 融 这是 一束 戒 是两束 这都是 差别比较明显的 有的差别呢 比较细微 比如像来 这是来 上边 多了一个弯 这就是成 成功的成 成为上边 如果多一横 这就是岁月的岁 这是煤 煤有的煤 而这个 打一个弯过来 就是社 是吧 建设的社 这是得到的德 这是将军的江 这是前网 这是前网的网 这个呢 中间多了一条曲线 就是加 笔形变化 笔形变化 也可能是两个字 这是支 这往上一条 是足 这是山 下边这个横 下边这个横 下边这个横画 长一些 这就是纸 停纸的纸 这三点 这是心 而这个呢 长了一些 就是门 这也是门 而门这下边 多了一点 就是清了 这些 形式的字 在草述当中呢 也比较多 也比较多 在学习的时候呢 要注意 要仔细 就不能呢 给他们混淆了 混淆了以后呢 就是 就算是错字 别人也很难辨认 这是草述的一些 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们学习草述呢 只是 吸取一些素材 来创作作品 关于草述的章法 以及呢 如何利用草述来写作品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讲 下面我们继续介绍草述 在上一次呢 我们讲了草述的 一些常用的 偏旁 在左边呢 经常是要变形的 而且呢 草述有一些共用的符号 这些符号呢 可以说是草述的 构资部件 如果系统学习的话呢 我们可以 参考 余优润先生编的 标准草述 在标准草述里呢 有比较系统的归纳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主要讲一讲 草述的章法 草述因为分为小草和大草 也就是狂草 所以章法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 小草 主要注意呢 种这一行 它的行系要连贯 也就是字和字之间呢 它这个要有一个联系 这个联系 主要靠字的中心线 但是小草和行书的 这个章法又有所不同 行书呢 每个字呢 可以比较 这个端正 而小草呢 有时候字 要注意它的倾斜度 要注意倾斜度 狂草 它的章法 不仅 要注意一行的连贯 而且要注意行和行之间 空间的分隔 小草的天头地角啊 要齐的 比如我们看 这个孙国廷的书谱 这幅作品 它每一行 都是齐的 而且天头地角呢 也比较齐 也比较齐 而这一幅 林散之先生写的 李白的草书歌 它的天头地角呢 就不像小草那么齐 如果那么齐呢 反而不好了 它主要呢 就注意这一行 整个行是很清楚 但更主要的呢 这个行与行之间呢 它这个线条分割的 这个空白的地方 是比较突出的 尤其是 在一些行里边 有这个长的这个竖笔 这实际上 就起到了一个空间调节的作用 空间调节的作用 这是从整个狂草章法来说 不仅要注意 纵要对其有行气 所谓行有列 而且要注意呢 就是整个空间 尤其注意那个空的地方 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空的地方呢 这个整个章法呢 应该说 是不是很成功的 如果是横幅的 只是几个字 那字和字之间距离呢 基本相等 比如说 这幅 字为新画 只是四个字 只是四个字 那么整个字 横向这个行气呢 它就是 字的高低 就表现了横向的行气 另外 字的间距 不要这个大小不一 落款呢 也要和字的间距 比较相称 这是 简单说呢 这是草书的行气 我们学习草书 利用草书来创作作品呢 也可以像学其他书体一样 从字数少的 逐渐到字数多的 逐渐到一篇 逐渐到一篇 下面呢 我们先写一个字数少的 单字 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寿字 还是写一个寿字 用这个圆卡纸 空间 就是一个圆形的 那考虑章法 时候主要考虑什么 主要考虑 我这个字 放在什么位置上 左右 占多大地方 落款和盖章 在什么位置 这就是一个字 章法所要考虑的 在这个空间里呢 当然要居中 这个主体 就写完了 下边呢 要写落款 因为这幅字的 下边比较重 所以落款呢 可以用很小字 写在这个位置上 落款字和这个 主体字是相 辅相成的 所以落款字不能大 好 然后盖上印章 印章呢也不能挡 要和落口的字相当 不能超过落口的字 四个角压 上边 这个位置还可以再盖一个 印章章 这一看呢大了一些 换一方小的 压一压 两侧向两侧 清晰度不要太大 这样呢 这幅作品就写完了 整个章法单字的 主体考虑好之后 要考虑落款和盖图章的位置 都要事先考虑好 下面呢 我们写一幅对联 鱼 鱼 过 琴 书 润 上篮写完之后呢 要和下篮配一下 风 来 这个也转上去 汗 木 香 写完之后呢 写落款 就写个下块就行了 一般是在两个字中间 来写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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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涂装 这幅对联就写完了 上边也可以再盖一个引手章 比如我们在上边这个位置 再盖一个引手章 这样和下边就呼应上了 这个好了 这是对联的情况 这个创作草书作品 我们前面讲了 是根据我们把草书 作为创作素材 这样来对待的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书写的风格 要和书写的内容 要协调一致 这样呢 才能够使内容 也就是这个文字内容 和这个草书的形式 线条的表现形式呢 这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 就是通过这个形式 进一步感受 这个书写的内容 为了更清楚的体会这个问题呢 我们 把同一个内容呢 用两种不同的形式呢 来表现一下 同样是草书 这个毛主席啊 实际自令三首 我们选一首 下边写一下 创 快 快 马 家 边 卫校 卫校 安 经 没有末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速度可以慢一些 回首 一天 三尺 三尺 三 把路口写一下 这是一种 我们看这个字形的 整个 虽然是草书的写法呢 但是整个还是比较正的 比较稳定的 再写一下 在字形上呢 整个姿态上 有些变形 往右上 要倾斜一下 要倾斜一下 删 快马 下边 写法是 这个结构上是一样的 卫校 按 按 静 挥 手 离 这个有意的叫它抬高 天 三 十 三 这幅作品呢 主体写完了 下边写落款 这幅作品和刚才有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自行 往右上方倾斜 落款在下边自小一点 盖成印章 这幅作品呢 也写完了 如果我们把这两幅作品 放在一起 比较一下 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第二幅作品 它的动感 比第一幅作品要强 首先呢 它是由自行来造成的 虽然这个草书的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第二幅作品 它的自行 都往右上倾斜 都往右上倾斜 这样的话呢 本身自行 就给人造成一种不稳定感 这种不稳定感 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动感 你比如像这个梨 这个梨 和这个梨 第一幅作品 第一幅作品 这个梨呢 右边是往下垂的 而第二幅呢 仍然是往右上 像这个尺 最后这一点 右边这一幅呢 也是往下垂的 而左边呢 也是 要高于这个撇 这样的话呢 就给人造成一种动感的 印象 毛主席这首词呢 本身就有一种 动感非常强 本身动感就非常强 快马加鞭 所以呢 在创作的时候 采取这种 自行往右上倾斜 就比较好 比较好 这样和内容呢 和形式 就能够 统一起来 就能够通过 草书的线条 来表现 这首词的内容 这是我们讲的 创作的时候呢 要把内容 和形式呢 要注意结合起来 当然这个 从我们创作 所用的素材 或者是词语 或者是诗歌 本身呢 都有一定内容 我们就在理解 这些词语 或者诗歌 内容基础上呢 来考虑 采取什么样 一种形式 这样创作的时候 作品呢 给人的这种 美感呢 给人一种 这个启发 别人的联想 就更丰富一些 这是我们讲的 草书的 创作的 一些问题 草书呢 基本问题呢 就讲完了 总的来说呢 现在虽然 搞这个草书 创作的呢 比较多 但是呢 真正 好的作品呢 并不是很多 我们今天呢 也是一个 简单的示范 简单的示范 只是用它来 说明一点问题 实际上 从作品本身来讲呢 也并不能说 这就是好的作品 归纳起来呢 我们所介绍草书啊 无非 只是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 就是用笔上 用笔上 要注意这种跳跃性 它的落差 笔和笔之间的落差 一定呢 比行书要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线条上 要注意 它是自然出现的 种种变化 种种变化 这种变化 既是毛笔 比如说用长峰杨毫造成的 也是由毛笔这个摆动 即使你用这个 狼毫写 如果你毛笔的摆动 比较多 比较丰富 线条呢 也会出现一些丰富的变化 第三 就是草书的结构 是约定组成的 它有自己 这个 一定的写法 这种写法呢 并不是我们 今天呢 可以任意创造的 如果任意创造呢 就会造成不认识的情况 造成不认识的情况 所以学习草书呢 要借助一些工具书 比如说 比较常见 价格又不贵的 像这个 于优任先生的这个 标准草书 再有呢 经常使用的呢 就是孙国廷的书谱 怀素的 小草签字纹 还有志勇的 这个签字纹 这是从小草 只要注意这个 结合这些饭本学习 那么狂草呢 我们上次也讲了 它是由一个人的性格 感情 各种情况 综合起来 才能创作的 学习草书和创作草书的时候呢 对于草书的字形 一定要十分熟悉 这样创作起来呢 才能够比较得心应手 才能够流畅 最后再补充说明一点啊 就是创作当中 要注意墨色的变化 不是说纯粹是占墨的 而是呢 要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占点水 占点墨 一次呢 墨要占足占宝 这样写的时候 随着 随着书写 过程呢 墨 逐渐的呢 变淡 墨逐渐的变淡 也可以出现一些 节奏上的变化 节奏上的变化 这是 讲的墨色的变化 如果这个 比例的墨 比较少了 运笔的速度呢 可以慢一些 比例的墨比较多呢 运笔的速度呢 可以快一些 尤其是写狂草的时候 这点是非常重要 只有通过 这种墨色丰富的变化 我们呢 才能够强化 草书那种 音乐的 节奏感 沈云默先生曾说 草书是 这个书法是 无声的音乐 无声的音乐 实际上呢 这里边既包括 这个 整个空间的节奏变化 也包括 墨色的 节奏变化 关于草书的一些 基本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 学习草书呢 也是希望大家 从少数字开始学 不要一下 学很多字 从一个字 两个字 四五个字 开始学 学的时候也要注意呢 每一个字 在学习的时候 都要当作一幅作品 来学 这样呢 才能够通过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 欣赏能力和创作的能力 如果是 单纯的学字呢 时间长了 可能也坚持不下去 写成一幅作品呢 反而会增加 自己学习的兴趣 这次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知道汉字是从图画当中发展出来的 在早期的汉字当中 有很多字是非常形象的 不论你认识不认识这个汉字 但是一看这个字形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这个字 看这四个字 这是牛 这是羊 这是木 眼木的木 这是纸 就是像一个角 在甲骨文当中 这样子很多 在早期的金文当中 这样子也很多 传书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传 一类是小传 大传呢 是指的甲骨文 金文 而小传呢 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规范的一种字体 甲骨文是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 呈体系的汉字 它的文字数量多 而且书写 主要是刻写的这个 非常漂亮 因为它是刻在硅甲 或者授骨上的 所以叫甲骨文 我们看这幅作品 是很有名的 一幅刻在硅甲上的作品 它记述了 商王室这个一些祭祀活动 非常漂亮 这是刻在 授骨上的 一个作品 这个授骨呢 是一个匕首形状的 一个器物 上面刻的 在这个甲骨上刻的呢 如果仔细看呢 都是一刀刻成的一个笔画 叫单刀 而在这个授骨上看呢 它是两刀刻的 而且线条比较粗 到了周朝 这个商代和周朝啊 这个铸了很多青铜器 青铜器上呢 也刻了 也这个刻 先刻后注啊 一些文字 这样的文字呢 叫金文 金文呢 是中国 这个大传发展的 这个第一阶段的作品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个小陈于尊明文 它是 明文是住在这里边的 这是 后母方顶上的这个文字 这是 商代最大的一个铜顶 这是墙盘 这点看得很清楚 文字是住在盘里边的 是吧 是西州的铜器 这是毛宫顶 毛宫顶 这个铜片呢 很独特 因为它是沿着弃形来 筑的文字 一共是32行 498字 是青铜器当中啊 最长的文字 这些呢 都是属于大传时期的 书法作品 战国时期啊 诸侯格剧 文字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写法都有了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呢 就采取了一个措施 叫做书同文 也就是把不符合秦国规范的 一些文字 给它废弃掉 和秦国这个文字一样的呢 都吸纳 并且在书写上呢 也有所变化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规范 这个就叫小传 小传比较有名的代表作呢 就是泰山客石 一山碑 这些 像这个呢 就是泰山客石 泰山客石 实际上呢 它这个 是从十古文呢 发展来的 我们看这个十古文 是吧 再看泰山客石 就能够看到它 在这个形体的 形体发展演变上的 一些 轨迹 这是 传书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 也就是从 甲骨文 金文的大传 发展到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小传 这是 在文字学上呢 叫做古文字的阶段 大传 具有很浓的 像型的意味 到了小传呢 这个像型的意味呢 就已经 削弱了很多 到了 历书以后呢 基本上就没有 像型的意味了 所以 把 历书 之前的呢 都叫做古文字 历书之后 就叫金文字 就我们今天用的 仍然可以见到 这个历书 我们给大家讲 传书呢 主要想讲 大传当中的金文 和小传 和小传 目的呢 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啊 在 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 这个 可以选择的材料 因为我们不可能呢 去逐一的 去学习书写 这个 大传 和这个小传 都给它写 写好写会 不可能 但是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是 学到一些基本知识 基本技法 在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通过工具书 找到自己 所需要的字 这样来创作出 一幅书法作品 因为作为书法艺术呢 这个 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把这个传书 作为创作的素材 创作的时候呢 通过一定的构思 这样写出一幅 这个 很好的作品 下面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金文 介绍金文 金文刚才说了 是住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金文的历史 历史啊 这个 跨的这个时期也比较长 从商代一直到 这个战国时期 甚至到了 汉代都有 汉代都有 我们这点讲的 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金文 也就是商周的金文 商周金文本身呢 也分早期 中期 晚期 这点呢 不分期 就把一个基本的计法呢 讲一下 先看金文的特点 金文的特点呢 第一 就是相形性强 相形性强 刚才呢 写了四个字 可以看到了 牛羊木 纸 都是 非常形象的 第二呢 从笔法上来说 笔法上来说 不复杂 早期的金文呢 具有描画这个特点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纸字 纸字 再看一个 王字 王在下边呢 它是非常粗的 是吧 非常粗 这不可能一笔写完 就是实际上 这就是带有描画的特点 分作几笔写 像金字 下边也是 也是 像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和 我们一般所讲的 书法的书写啊 就有区别了 就有区别了 所以从金文 笔法的特点来说呢 就是 具有描画的特点 但是如果用毛笔 用毛笔 来书写这样的 这个 这个形态的话呢 就不可能是 用一笔写完 那么具体来说呢 金文的笔画 主要有几种呢 主要有这么 三种 第一种就是直线条 按线条来分呢 第一种是直线条 直线条的形态 这个写法 在起笔的时候 顿笔 然后 行笔 收笔的时候 稍微一顿就行了 这是一个写法 这是一个写法 另外一个写法呢 就一般的讲 说要回锋 绕一下 这样就圆了 收笔也要回锋 也要回锋 这两种写法 在具体写的时候呢 就可以交错 可以交错 因为金文那个线条 很生动 很灵活 如果完全都是按照 这种 这种来写啊 就会死板 所以有的呢 要回 到收 收的时候 不一定回 到这一停笔 就可以了 这是直线条 直线条 这是横的直线条 和竖的直线条 竖的直线条 竖的直线条 先往上 再往下 这是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 倒是停性顿顿笔 让它自然通过墨 来印出来一个 这个源头 也可以 这是一种逼法 第二种呢 就是曲线条 曲线条 我们为什么说是曲线条呢 因为它这个 整个这个 线条的形态呢 是一个弧线 不是直线 而且呢 变化比较多 所以统称为曲线条 大致呢 有这么几种 一种就是圆的 比如一个 像这个木 刚才写的这个木 眼睛 这个木 这个木 这都是曲线条 都是曲线条 所以呢 我们先看这个眼睛 眼珠这部分 它是分两笔写的 分两笔写的 一个 先写左边的 先写左边的 然后 再写右边的 然后再写右边的 这是一个 再写右边的 再比如 像这个角丝旁 也是 也是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本身 是吧 弯曲的 像这个角丝 这个水字旁 水字旁 它就有一个 破浪纹式的这种形态 破浪纹式的形态 加上这个四个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水字旁 第三种 是从右上方 往左下方弯曲 右上方往左下方弯曲 第四种 是用从右上方 是吧 往左弯曲 往左弯曲 你比如 这个女字 新闻的 新闻的女字 新闻的女字 就是 从右上方 往左下方弯曲 然后呢 再从右上方 往左弯曲 这就是 曲线条 当然曲线条中间呢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这个 我们这点呢 就不一介绍了 主要强调一点什么呢 就是 笔法比较灵活 笔法比较灵活 不要死守一个 这个旗笔 要藏锋 收笔 要 这个回锋 不要死守一个 这个 在线条当中 主要注意一个 什么问题呢 主要注意啊 在线条 这个 起笔和收笔的地方呢 这个要 显得比较实 不要出一些 虚的非白 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的线条呢 就不是金纹 就不是金纹的线条 是吧 它太飘了 太飘了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要注意的 就是在线条和线条交错的 这个时候 运比较慢 运比较慢 为什么运比较慢呢 就是让这个墨呀 有一个渗化的过程 这样 形成了一个焊点 就使整个字呢 显得非常结实 饱满 比如这个王 这家 稍微停一停 运比较这儿的时候 慢一些 慢一些 这墨呢 渗化一下 它显得有个焊接点 那种感觉 这个字呢 就显得比较饱满 如果 很快 这点是一个直角 这点呢 是个直角 那种饱满的程度 就不如这个 所以这是主要 注意的两点 上面讲的是 金纹的基本的计法 主要是笔法 那在写金纹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笔顺 笔顺 金纹因为 比较比较灵活 笔顺没有一定的规则 主要是看着运比的方便 看运比的方便 怎样能够把线条 写得浑厚饱满 写得流畅 比如说我们写这个玄字 这是个木 先写中间这一处 然后写左上方的 然后写右上方的 为什么呢 为了使两边对称 位置两边对称 这就是玄子 他之所以啊 先写中间这一处 刚才说了 是位置使两边对称 从左上方往 右下方来写 这个从右上方往左下方来写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使运比 比较方便 这点先写这一半 先写这一半 位置是照顾到 写他的时候呢 对称 不然的话呢 他容易写大 写得不好 再看一个手字 就这个手 先写左边 再写右边 再写点 这就是手字 今天我们讲这个 首都这个手 所以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他这个 笔顺上 只是要考虑到 这个整个结构 能够 摆得要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运比较方便 运比较方便 一般来说啊 凡是对称的字 都是先写中间的笔画 都是先写中间的笔画 比如像这个 本 根本的本 先写中间的笔画 再写两边的 再加上这一点 对称的字 其他的呢 这个具体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可以具体去研究 这是 笔顺的问题 没有一定之规 就看你怎么写的方便 怎么能够把这个字写好看 经文还有一个章法的问题 就整个作品这些字 怎么排列的问题 就经文本身来说呢 章法主要是有 两大阶段 也可以说两大类型吧 就在早期的时候 他的经文排列呢 主要注意这个 纵这一行呢 是比较整齐的 而横向呢 是不太整齐的 就因为早期对于 作品的控制 主要是考虑到 整个这个 一篇字 这个字如果比较大 他就 占的位置就比较大 甚至 一个字呢 他能够占两个字的位置 笔画少呢 他可能就占半个字的位置 比如这个天王鬼 他只是 纵的 只有这一行 而横着呢 就没有 横着就没有 像这个文 他就占了 位置比较大 占了一个字 一个半字的位置 而这个王呢 就占的就比较小 比较小 这就主要是注意 纵这一行 那么节字 这个写字的时候呢 就注意按照 字的笔画的多少 是吧 来这个 分配这个空间 这个墙盘 我们看就和现在的整个 章法一样了 是吧 纵有行 横有列 纵有行 横有列 它是每一个字 不管笔画多少 都占相等的空间 相等的空间 在这个构思上呢 是很奇特的 就是这个毛宫顶 它整个是围绕这个气形的 来这个写的 它整个是这么一个形状 两片呢 构成一个S形 它这点比较短的时候 字就少 逐渐的增多 整体看呢 也是纵有行 横有列 也是纵有行 横有列 非常整齐 这是 金文章法 这个 从而发展本身的 两大类型 两大类型 我们给 给大家讲这个金文呢 主要目的并不是说 要去整 整体的学金文 把这金文字都认识 都会写 并不是 而是提供一个书法创作的素材 素材 就了解了金文 对于金文的基本笔法 有所了解 尤其是 觉得这个 打破这个金文书写 这个神秘性啊 就是我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如果 想创作一个金文作品 就可以 来创作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金文 不会写金文 怎么办呢 这主要得依靠工具书 就是即使现在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书法家 写金文 写的比较好 他在创作的时候 也要依靠工具书 因为他不可能把 现在的金文都能够认识 都能够会写 不可能 他也要 通过工具书 查到这个字 来 构思 来创作作品 如何利用工具书 来创作金文书法作品 这个问题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跟大家讲 关于金文的工具书呢 也比较多 比如说 容庚先生编的 金文编 徐文编先生编的这个 甲金传利大字典 还有这个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这点呢 给大家推荐 就是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就是这一本 为什么推荐这一本书呢 就是这一本书啊 一个篇幅不是很大 另外更主要的呢 就是它 里边的字形 都非常漂亮 写的非常非常好看 完全可以作为 这个创作作品书的参考 字形都非常漂亮 比如我们想写一个寿字 可以通过后边的 笔画索引 查到这个寿字所在的位置 我们看 在336页上 列的寿字 有这个十几个 如果包括下边这一栏 这个秦汉时期的传书呢 就更多了 就可以通过这些字形 选择自己 喜欢的 需要的 来写 选好字形之后 比如我们只是选了 这个字形 这个这个寿字 选好字形之后呢 就可以构思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 用这一个 已经装标好的这个板 来写这个寿字 这是个圆形的 圆形的 就要考虑 这个字 在这个空间里边 怎么布置 这就是构思 这就是章法问题 同时考虑到呢 写好这个寿字之后 两边的落款的位置 把这些问题考虑好之后呢 就可以写了 好 好 先写 下边这个 为了呢 分布的比较均匀 然后再写它 这还有两只手 这个瘦子呢 本身就写完了 下边要落块 瘦比南山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 这边 写上什么时间 落完块之后 还要盖上印章 在印章的时候 要向左右 使劲压 这样盖得太清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规整了 在线条和结构上呢 都有一定的规范 和生动活泼的金文不太一样 如果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呢 小转的难度比金文呢 要大一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在字的结构和线条的要求上呢 都比较严格 小转具有什么特点呢 小转具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结构 有了定型 这个定型呢 就是长方形的 我们看这个泰山克什 这是泰山克什 它的字比较长 高和宽的比例呢 接近于三分之二 大约是应该是五分之三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从字的整个形态来看呢 比较对称 左右呢 都比较对称的 这是结构的特点 下边呢 字的下边呢 是主要的 比较空 比较空 比较舒展 这是结构的特点 简单说 那金文呢 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没有这么严格要求 它只要写的比较美观的就可以 但是小转呢 它的高和宽呢 这都是有规定的 这个规定是约定俗成的 至二美观 符合这个人们总结出来一种黄金分割率 这是结构的特点 那线条的特点呢 就是均匀 均匀 不能有粗有细 所以对于秦代小转呢 后人称之为玉柱转 像玉做的筷子那样 要圆润 要圆润 细点的呢 称为铁线转 铁线转 要非常有力量 这是简单来说 小转这么 两个特点 就是结构上 有一定的规定了 要修长 要是一种长的 线条上呢 也要匀静 不能有粗有细 所以我觉得写小转 相对于基本来说呢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这个线条你要写的粗细一样 而且要那种圆润的感觉 囚禁的感觉呢 就需要有一定的训练 小转的基本技法呢 我们也从线条和结构啊 这两个方面来向大家介绍 先讲线条 也就是笔法 笔法主要是两种 主要是两种 和经文类似 就是直线和曲线 下面我们先看直线 看它的这个写法 小转的直线就是要平 横呢 就是要平 一般的齐笔 都是要回锋的 为什么呢 它要求这个 这个端点比较圆 要向逆向 向左 回锋 回锋 再写下来 用力要匀 到了末端 一般也要往回收一下 这样它这个两个端点 两个端点就匀了 就匀了 有的时候呢 纸不一样 你比如你宣纸吸末 可以停一下 在这停一下 再继续走 也有这个效果 到末端呢 也稍微停一下就行了 也有这个效果 书写过程当中呢 并不一定要比比的 每一笔都要 这个藏风回风 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要根据情况呢 灵活处理 藏风呢 要注意呢 主要是用笔尖 用这个笔尖 轻轻的 再看一下 用笔尖轻轻的 并不是整个 如果整个过了以后 就是一个大嘎的 回风也是用笔尖 一回 这样就圆的 也是用笔尖 实际上中间呢 这两条线 并上的 它就是这么一个圆的 如果是 也是就地这样 这也是一个大嘎的 这是横的直线 竖的直线一样 竖的直线也是一样的 向上 用笔尖向上 回风 藏风 然后 力量要匀 往下走 到了末端 提起笔来 用笔尖向上回 这是竖线 这是竖线 也就是直线呢 就是两种 横线和竖线 这边主要是一个注意 洗笔要藏风 收笔的时候呢 要回风 藏风和回风 都是要用这个笔尖 要用笔尖 具体写的时候呢 要灵活 根据情况处理 如果这样一落笔 有了这个效果 就不一定叫藏风 过去呢 有的人是用这个尖的毛笔 写不出来 就把它给它剪了 剪成一个平头 这样一落笔呢 它就是一 不会出现这个尖 实际上这是没必要的 因为要写这个端点 要写圆了并不难 是吧 并不难 而且速度越快 效果越好 速度慢呢 比尖一转 反而 你看啊 速度慢 比尖这一转 反而一个大嘎嘎出来了 速度快 是吧 很快的 反而是 有这个效果 这是直线 曲线 曲线 这个和金文 也有类似之处 只不过这个曲线呢 要求线条 要求云 曲线呢 主要这么几种 一个 就是左边的曲线 左边的 从左上方 向右 在左下方之后 向右转 我们再写一个 比如果没有尖呢 可以调换一下 角度就可以了 不一定老去 把它填出来 是吧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是右边的曲线 是吧 从左 向右 然后再转向下 转的时候 要注意 转的时候 这个方向 转的时候 是吧 从这转过来的时候 一般的 因为我们现在写的时候 这笔尖朝左的 你要转的时候 笔尖 要朝上 需要呢 把笔管 轻轻的碾一碾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 不能碾笔管 那不一定 是吧 只要写的方便 能写出这个效果 碾一碾就可以了 是吧 再看一下 很方便 是吧 碾一碾 很方便 这是左和右 右边呢 还有一种 就是 右上方起笔 然后 转下来 是吧 向左 向左转 向左转 还有圆形的 是吧 弧线 左边 是像画一个半圆一样 右边 右边 右边衔接的时候 要在这个笔块 中间去衔接 不能在这衔接 在这衔接呢 就会有痕迹 在这衔接呢 就没有痕迹 笔杆 随着转 笔杆随着转 就衔接上了 我们再看一个 这样就衔接上了 正好画了个圆 这是基本的曲线 还有一些呢 就有些变化了 你比如说 写着报告头 它是从上 起笔 先写左边 然后再写右边 水 中间这个曲线 刀 刀子刀 右上边的曲线 这笔一定要在 线条中间 男女的女 要中间的曲线 这中间 还有这个码 左侧的曲线 这个曲线 变形比较多 变形比较多 主要是注意什么呢 就是写的时候 要注意中锋 要注意中锋 如果 测封 这个线条 就写不好 看这笔封呢 笔尖朝上 这么走 这么抹是写不好的 这么抹是写不好的 这样是写不好的 就是要中锋 中锋呢 我们已经 已经讲到了 就是 笔尖 要在线条中间走 这样写出的线条呢 比较饱满 有立体感 即使速度再快一些 出现非白 这样力量是一样的 不像这个侧峰 侧峰 抹出了之后 这点深 这点浅 这是小转 线条的基本要求 基本技法 小转要想写的好看 关键 也在于结构 因为小转呢 比较规范 比较规整 这样它的结构呢 就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可以掌握 掌握这个规律和特点 学起来呢 就比较方便 比较快 小转结构的规则 或者说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整体这个字的形态 要准确 这个形态呢 就是一个修长的 长的 它字的宽和字高的比例 大约是5比3 大约是5比3 比如我们看 这个大字 这是大字 它的高和它的宽 大约是5比3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主和次 主次 要很清楚 什么叫主呢 一般的下边这个 看这中心线之下 这是主要的部分 不论是合体字也好 还是独体字也好 像这个大 下边一定要长 为什么呢 从人的审美来说 人的下半身要长 就漂亮 如果腿短 就成了 就成了诸如了 比如说这个大 线条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来写的 这个也往下垂 但是呢 腿短了 腿短了 就不如这个大法 再比如酒 长久的酒 上边有两笔 下边只有一笔 下边整个站的空间 非常大 如果不是这样的呢 整个按照云 均匀来说 这个字就 非常难看 这是第二点 就是主次要分明 的其中一项 就是下边为主 如果左右结构的合体字 两边要是均匀的话呢 就是对称 如果不均匀 笔画上 这个形态上呢 就是比如说 有一个偏盘的 笔画少一些 这要偏上 你比如这个 刻字 右边的刀子旁 右边的刀子旁 要偏上 在这个中心线呢 靠上 不靠上的话 靠下就不行了 我们不靠下 给它靠在中间 是吧 这也显得要掉下来了 和这个 左边这个氦 就合不到一起 这就是主次分明的 这个第二点 就是一定要 下边要宽松 如果左右的 偏旁 悬殊比较大呢 要 形体比较小的 要偏上 这是主次 一定要清楚 第三点呢 就是分布要匀 分布要匀 所谓分布匀 主要是 笔画 首先是笔画 要均匀 看这个间距 要均匀 我们再看一个 皇帝的皇 横笔道比较多 这是三笔 下边 这是皇帝的皇 上边 一二三四五 这五笔 间距非常均匀 王 这个王呢 他自行规定 就是上边要密 下边要输 下边要输 如果 撇比较多 撇比较多 也是这样 比如这个字 这三个撇 间距呢 也要一样 虽然他们的这个方向 这是往这边 这是往下 这是又往下了 方向不一样 但间距也要一样 包括相同的数啊 等等 相同的数啊 等等 就是一定要均匀 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要对称 像这个皇 我们看就很清楚 这中心线 左右 然后左右 从这个格上就看得很清楚 都是一样的 如果折叠的话 正好是 呃 重合到一起 因为小传当中呢 这种 这种字 包括这个大字 啊 都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木 一定要写 先写中间这一笔 然后 再写左边这一笔 再写右边这一笔 这呢 它就是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 让左右 对称 这是 呃 结构的 第三个要求 就是 分布要匀称 啊 所谓匀呢 就是线条 啊 相同线条的排列 间距要均匀 所谓称呢 就是左右啊 这个要对称 啊 不能是 一边多一边少 那么最后 还有一点要求呢 就是要 错落 就是要错落 刚才比如说 这个刻字 啊 这个刻字 它这个呢 就往上 啊 就往上 有的字 再比如这个箱子 啊 互相的箱子 这边这个木字 是吧 不能够 整个 写下来 而是呢 偏上 偏上 啊 偏上 如果整个写下来 或者偏下 都不好看 让我们整个写下来 啊 这就显得 这是非常难看 啊 这个 往上提一提呢 就好看 啊 要注意这个高低的变化 这是 结构的特点 啊 简单说呢 就是体态上 要修长 要秀起 啊 线条分布上呢 这个 和这个偏旁分布上呢 要主次分明 要均匀对称 啊 要 参差错落 啊 这是 结构的特点 关于小传的基本的这个技法呢 实际上 主要的啊 就这些 那么我们学习小传 啊 学习小传 可以啊 泰山课时 为这个基本的课本 啊 这个基本的这个 这个林奇的范本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范本呢 就是 呃 王福安先生书的 呃 说文解字不熟 啊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范本 上面呢 都有笔顺 都有笔顺 因为小传写的笔顺呢 和现在不一样 都有笔顺 这是 可以 用来学习借鉴的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小传呢 目的和精神也是一样的 就是提供书法创作的素材 至于如何利用小传这个 字体来创作书法作品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跟大家介绍 创作小传的书法作品呢 也要通过工具书 关于小传的工具书呢 主要就是说文解字了 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写的一部文字学的专著 他都是用的小传作为字头 那九千多个汉字呢 基本上我们所需要的都有 其次呢 就是在经文中介绍过的就是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上面也有小传的这个字 那么用小传创作书法作品的时候 需要注意呢 就要注意字意 因为小传的写版和现代凯书呢 差距很大 而且有些字的意义呢 也不太一样 如果需要查字意的时候呢 就需要查汉语大字典 上边呢 各种古文字字形 包括隶书字形都有 如果看字形 查到这个字的字意是一致的话呢 就可以用 那就可以用 下面呢 我们先还是写一个单字的作品 就是寿字 也是在这个卡纸上来写 首先呢 要考虑 这个字呢 在这个圆 在圆上写 放在什么位置 小传是长的 那正好是放在这个位置 两边呢 写多块 整合式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书写 小传的书写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要求的 要求线条比较匀 这是中心 然后转下来 先写左边 再写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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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后写这个呢 也是为了 找间距 先接着要注意 要不留痕迹 再写右边 下边还有一个口 先接着要不留痕迹 这样这个作品呢 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字就写完了 下边写六块 那么在这里 是不是 在这里面 吶 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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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如金石 落款写完了盖章 这个张大了 就换一个小一点的张 这个张的正好 往两侧压一压 心画 祝愿我们学书法的朋友都能够健康长寿 再盖上名帐 这样这幅作品呢 就算完成了 这是单字作品 如果我们用一段时间 就写这一个字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作品就能够创作成功 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讲多字的作品 因为时间关系呢 只讲一个条幅 比如我们写五个字 写一个条幅 那么条幅呢 张法人主要考虑啊 这一树的这一行字 行器 所谓行器就指字的中心线 要对齐 下面我们就写一下 很明显 写小传的这个速度啊 要慢慢多了 因为它线条要求匀 对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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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道路的道 书法呢就叫书道 因为学习书法 可以误道 我有好多道理 你要看上边这个字中间线 要写下边这个字 道路的道路的道路 切 衔接的地方没有痕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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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写多块 一般的呢都是在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之间 写诗文 因为如果不写诗文的话呢 一般人也不认识 这样就失去了作品的意义了 下块 盖上涂装 盖上涂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边呢 你还可以盖一个银手章 这样和下边呼应 和下边一个章呢 两个红色的就能呼应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呢 这幅作品呢 就完成了 这个上面讲的这个写法 大家看着就比较慢 比较匀 它都是按照这个琴代的一种写法来写的 实际上呢 传书到了清代啊 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说呢 名家非常多 名家非常多 并不完全都是像我们刚才上边那种写法 也有粗细变化 也有这个字形啊 也有一些种种变化吧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来借鉴 比如说啊 邓诗如 就是这个清代影响极大的一个 传书的大家 我们看这是他的作品 他这些转折的地方呢 已经改变了这个小传的写法了 显得更加的这个 这个这个舒展 这是邓诗如的弟子 吴壮之作品 他的作品呢 不仅这个舒展 而且呢 十分的飘逸 这是杨一孙的作品 也是一幅对联 他写这个小传呢 就参用了 经文的这个笔法 经文的笔法 赵之谦这幅小传呢 在用笔上 用笔上 在齐笔的时候呢 用力都比较大 而在运笔的时候呢 速度也比较快 其中呢 像这个五啊 他明显的是凯书的笔法 他的笔法呢 用的比较多 徐三更 徐三更 也是一个传书的名家 他的这个小传 线条就不匀了 线条就不匀了 而且这个横线条呢 一般粗一些 竖线条 一般细一些 而且呢 下边呢 是有那种飘 所以有人评价 这个吴三更的作品呢 是吴带当风 是有飘逸的感觉 这幅是杨守静的作品 杨守静的作品呢 和我们前面看呢 又有所不同 他在用笔上 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比如这个粗子 他是上边比较粗 到了线条下边呢 就比较细 上边 我们看这个 气子这个大 是吧 上边呢 比较粗 下边这点就比较细 这种线条 他给人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啊 既饱满呢 又爽快 这是吴昌硕的作品 吴昌硕是对现代 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书法 书画家 传客家 他的一生 都是在写十古文 然后通过写这个十古文 曲的经验呢 在用到他的传客上 他的传说作品上 他这个小转呢 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结构上有所变化 你就在错落这方面呢 就更加突出了 他右边的偏盘 右边偏盘 比如像这个赵字 像这个粒字 像这个记字 都是往上的 一般小转啊 他在这个偏盘 上边是平的 而这个吴昌硕呢 右边偏盘呢 都是要高起来的 线条呢 多数也是往上稍微有点倾斜 所以呢 他的姿态就比较足 姿态足 同时运用笔啊 又比较厚重 就显得气魄比较大 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 清代的著名书法家的一些作品 我们学习传书 学习小传 可以从泰山课时入手 包括秦代的一些其他的传书 比如说虎符上的一些传书啊 入手 然后呢 寻找